來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先問各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看病還有哪些地方該注意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就醫檢查時 病患可以預先做好哪些功課 更有助於病情發展 好辣軍團們又曾忽略哪些細節呢 直拍小護理是五熊 嗨 大家好 瓜哥 我問你喔 你看醫生的時候呢 你是會全權交給他們處理 還是你也會每一個過程 積極的一起參與討論呢 以前不太會問 但經過做節目之後 我就會問一些 我該要知道的事情 對 所以變成要很積極的關心自己 跟醫師達到互相溝通 對治療是有幫助的 沒錯 對 我想每個人去做檢查的時候 或者做要麻醉的時候 他一定會問你一些嘛 要問卷啊 勾啊 你不要怕麻煩 要問清楚 有很多細節的 對 病患生存之道不可不知的 就醫治保守則 先入室檢查這些問題 一定要問醫師 哪些問題呢 如果有一天你去看門診 然後你的醫師跟你講 這個怪怪 我們可能要排一個電腦斷層 要打血液劑 請問你要問醫師什麼問題 能不能吃東西 那是還有 要多少錢 那很實際 要問什麼問題 醫師會問病人 你對血液劑會不會過敏 那你要問醫師 醫師啊 我要不要先做一下 腎功能的檢查 腎功能 可是我們都沒有去做檢查 對啊 為什麼 對 這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的腎衰竭 就我們的腎功能指數已經到 腎失球過濾到30分以下 那個叫高危險族群 你打了那個血液劑 有20%的時候會造成一個急性腎損傷 腎是當天就要洗腎 那我問在場大家 你們知道你的腎功能有幾分嗎 你的腎失球過濾率幾分嗎 我就舉一個非常可惜的一個case 這個四十幾歲的一個年輕人 那他是我洗腎式的一個病人 那我來洗腎的時候 他事實上他都沒有糖尿病 沒有高血壓 沒有蛋白尿 那我就說你怎麼這麼年輕 那是什麼先天性的腎疾病 他說不是 他就跟我講說幾年前他那時候 人都很健康 那沒什麼 只是他就是最近就是會 人類類的 那他太太一番好心就說 不然我們來做個體檢 做那個大概一兩千塊 那種簡單的體檢 那簡單的體檢 有看什麼肝功能腎功能血糖 那出來那一次 其實他腎臟沒問題 腎失球過濾率有80分 很好 然後他的肝指數稍微比較差一點 然後膽固醇過高 他太太就覺得說他膽固醇高 肝臟不好 就幫他買了一點點那個 幫他補了一下 那大概這個件事 大概三個月過去 他有一次騎摩車 騎摩車他突然覺得頭痛頭暈 那不小心就跌倒勒慘 然後撞到頭 然後被送到急診室 那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人意識就怪怪的 那因為跌倒 我們第一個判斷說 有沒有爐內出血 說要做電腦斷程 可是抽血報告 抽血報告那些急身化 說什麼肝功能 什麼那些都會抽 可是那個需要一點時間 報告才會出來 那因為醫師已經怪怪的 所以他們說先做那個 電腦斷程 可是電腦斷程要打血淋劑 他就問那個他太太 他太太到了醫院 說那個病人 有沒有抽過腎功能 腎功能 他說有啊 三個月前他腎絲球過濾 還有80分 他都還記得 所以都沒問題 那醫師也就打進去 可是等到那個 電腦斷程出來 他沒有爐內出血還好 只是有點腦震盪 有點腫大而已 那可是那個抽血報告出來 他的腎絲球過濾率 剩下15分 那我在想說怎麼會 他才三個月之前 還有80分 怎麼會突然掉那麼快 那後來發現 就是因為他太太 因為怕他那個膽固醇過高 肝不好 幫他買了一些中草藥 這些中草藥 可能有一些腎毒性 那他造成他這一次 為什麼騎摩托車會投 應該是腎功能衰退 那可是血淋劑已經打下去了 打下去了 他的腎功能就持續惡化 這件事大概過了半年之後 他就開始犧牲了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 我們在想說 他是有報告的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報告是越接近越好 因為我們很難確定說 你半年前 你一年前的腎功能 跟你今天的腎功能 會不會有差異 所以如果說 不是那麼急迫的時候 事實上等那個腎功能指數出來 再做這個檢查 會比較安全 家人的口供 永遠不一定是準的 真的 真的 而且時間差也會忘記 你的三個月 是真的三個月嗎 記憶是不可信的 我跟你講記憶是不可信的 我們現在那個雲端 可以查一些數據 就是說我們 包括病人吃的藥物 還有他做過哪些檢查 其實點進去的話 譬如說他曾經哪一家醫院 都可以看到那些數據 現在真的是進步很多 那以前很多數據 都是要靠那個病患 自己去做一些紀錄等等 那如果你血抽出來 知道他腎式就低了 那你怎麼做斷層 這個還是如果說急迫的時候 就像我們講兩害取其輕 該做的時候 但是我們有一些 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我們講說真的是打進去 也不見得說百分之百 就一定會勝衰竭 其實有時候我們講 包括做心導管 你就是心肌梗塞 你不做你就是心臟衰竭 就是會死亡 我還是要做還是要 那只是說我們在術後之後 打進去之後 我們可以叫一個叫強迫力尿 那我們另外就是在術前之前 可以吃一些有一種化痰藥 這個是可以減少那種叫做 血淫劑造成的一個肾病變 就是還有一些補救措施 但是那個當然是如果說 一般的檢查或什麼 你腎功能已經不好 你要不要去冒這個風險 就是說還有一個我們會考慮 是不是有其他替代性的檢查 可以不用打血淫劑的 這會比較安全 醫師會有一個全面的一個考慮 對 我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在實務上來講 如果說我們現在臨床上 如果說你沒有三個月內的 確實的這個腎的功能報告的時候 我們是不做打血淫劑的 那個放射科也不跟你執行 因為這個一旦打下去 開始要洗腎幹嘛 其實會出疑舊 所以現在就是說 如果說真的很急很急 我們寧願推去做 不打血淫劑的全身的斷層 那當然他的資料 給的資訊會比較少 可是還是有一些影像的一些資料 可以提供我們做一個參考這樣 所以不會去跟你做檢查 以前我都要提醒病人 就是說有些醫生會記得問這個問題 就是你的腎功能 可是有一些醫生不見得會問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那個叫做我們的AI 電腦只要你排這個檢查 他就會跳出來 要提醒是病人有沒有這個 最近三個月的腎功能的數 就是他這因為太多醫咎 都是因為這樣打到腎臟壞掉 那所以後來現在已經 幾乎每家醫院的電腦 都會跳出這個 不過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他中間有吃中草藥這些 對 做胃鏡前 當然要問多少錢 然後這不用話 但是想大家問他的時候 你在問醫生報告的時候 一個最重要的是 你要問什麼問題 比如說你已經檢查出來 你去問醫生報告 我沒有癌病變 對嘛這是其中一個 但是有一個另外的呢 就是不是不一定是問你的病 細節喔 細節 有沒有割掉那個什麼 其肉 什麼割乾淨 胃是 有有收回 好 所以正確的答案是 胃有清乾淨嗎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要清乾淨 因為其實喔 很多這種影像學的一些檢查 有時候會受到你一些 比如說你吃的食物殘渣 胃不夠排空的那種影響 有一個50多歲的一個女性 她上腹痛來我的門診 那門診我們當然要問說 你一年內有做過什麼樣的檢查嗎 比如說上腹部超音波啊 或者是胃鏡怎樣 她說有啊有啊 一年前才在你們這邊做過胃鏡啊 報告有怎麼樣嗎 她說上次醫生跟我說 我的胃都沒怎樣 然後他又開始跟你描述說 他上腹部不舒服 而且等待了這個禮拜裡面 有一點解黑變這樣 那我們就說那 我就去回過頭去看 一年前在這邊的胃鏡報告 後來我一看我說 當初醫生怎麼跟你講的 醫生跟我說就有一點發言沒事啊 可是我看他醫生描述的報告 根本就不是這樣 醫生描述的報告是寫說 他有胃炎 然後有血塊 可是有很多食物的殘渣在裡面 他就有講這句話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現在又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你要不要還是重新做一次胃鏡 結果一做下去 這一次我說那你要確定喔 你自己可能胃排空比較差 人家說空腹六小時 你這一次就乖一點 就我跟你排早上的檢查 你晚上十二點之後 你就不要喝水不要吃東西 這樣起碼空腹也八九個小時 結果這一次一做 竟然就發現一個早期胃癌 對 其實那個點呢 其實就是如果以那個 他們那個影像的點 就是當初被食物蓋住的點 對 所以其實他算運氣還不錯 因為後來發現這個早期胃癌的時候 因為他如果再更早 其實他可以用那個胃鏡下面 就可以把它切掉 他連開刀都不用 可是他即便他是早期胃癌 後來我們做一些檢查 他是再稍微早期胃癌的後面一點 後來他還是接受一個 切胃的一個手術 那也很幸運就是 因為是早期胃癌 淋巴沒轉移 所以他術後就不用再做化療 那有的人比如說 他有重度胃下垂 你食物吃下去之後 可能你十二個小時都還沒排掉 正常排掉三到四個小時就排掉 可是有的人他就排不掉 那這時候就會遮蔽一些視野這樣子 其實做胃鏡最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手術前 其實不要對醫生撒謊 那個是我大概猜半年前的案例 一個70歲的一個伯伯 那他就是要做胃鏡 現在很多宣導 我要做無痛 要品質好 然後要麻醉前一定就是會 因為無痛胃鏡就是打一個麻藥 給你迷迷糊糊睡著 然後就開始做 但是打給你睡著的時候 擴約機會放鬆 那我們當然會問說 你在這個有沒有空腹六小時 有沒有喝水有沒有吃東西 都講都沒有 結果那一個70歲的伯伯 一打下去之後 那個整個 就一大堆胃液 黃水 水就整個跑出來這樣 那都很緊張 因為那個會吸入性肺炎 然後就很緊張趕快把他弄 後來幫他保護呼吸道之後 還是有把胃鏡做完 可是大家就看他那時候 吐那一口那個樣子 又在那邊半呼吸的狀況 結果一照X光 那個X光就有點花掉 因為他有點把胃酸吸到肺裡面 所以就跟他家人解釋說 這個做完這個胃鏡需要住院 然後他住院後來隔天 就真的開始發高燒 38 39度 我後來問他說 你不是告訴我們 都沒喝水沒吃東西 他說 想說一口水不會怎樣 老人家等得肝癌怎麼樣 然後喝一口水不會怎樣 可是這造成他吸入性肺炎 整整住院住了一個禮拜 只是為了做一個檢查 你是要檢查 為了檢查 你就得了一個病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 好不要客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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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